今天我教大家用水合法来制作面团 它不需要用厨师机长时间的打面 也不需要用手费力的揉面 这么一个省力的方法来制作面包 大家还不赶紧学起来 我们用水合法的方法来制作面团 除了黄油 酵母 盐 不加 其余的原材料都倒进盆里 将高筋面粉 低筋面粉 白砂糖 蛋液 奶粉 还有水 然后将它搅成絮状 搅成絮状后我们上手揉 将面团揉至光滑 如果比较干的话 我们可以适量的加点水 已经揉到盆光了 然后面团比较光滑了 也不沾盆了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后 我们放进冰箱冷藏8到18个小时 面团不能在冰箱超过24小时 面团在冰箱冷藏了一碗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态 它已经有精力了 好 看一下 我们的酱母吸食好后 我们把它揉到面团里面 酱母吸收的差不多了 好 它稍稍有点粘手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已经开始出薄膜了 现在我们就把黄油和盐 加入到里面去 继续揉至手套膜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面团揉好后 我们分成75克一个 总共分4个 剩余的我们来做可可味道的 封好的面我们将它团圆 然后我们盖上保鲜膜 防止表面干燥 好 接着我们来处理 另外一坨面团 好 我们将可可粉倒入到里面 然后将它上色均匀地搓它 面团揉光滑后 我们一分为三 好 全部搓好后 我们盖上保鲜膜 将它松弛一下 好 面团已经松弛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造型 我们来做科技的屁股 科技的屁股一定要圆润 有弹性 我们取一块巧克力的面团 然后让它感觉椭圆形 先点水 好 将面团盖上去 中间切一下 不切断 然后我们在下面开一个口 它的两个角 这么大 搓圆后 喷一点水 尾巴就做好了 科技屁股 就做好了 好 我们全部整形好 盖一个保鲜袋或保鲜膜 让它常温发酵 好 我们发的差不多了 放进烤箱里面 上下火170度 中途开始上色的话 我们要随时盖上锡子 所以说我们要提前将锡子准备好 时间到了 我们取出来 我们稍微将它放凉一下 然后一会儿来画眼睛和鼻子嘴吧 好 现在放凉了 然后我们用实用色素给它画眼睛 像猫吗 可爱的面包就做好了 这样一个省力又简单的水合法 是用于任何一个面包的配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